所以如果你不用format的話其實也差不多啦 不用format的話 其實就是把那個假設了我輸出 直接就把變數直接放這邊 中間一樣串一個TAB拿哪一個 那只是說PM2.5如果是整數 如果INT的話你就要轉型 這樣直接輸出的話其實結果也會是一樣啦 如果你不用format的 也可以用之前我們教的方法直接把它輸出 我是建議如果說你有些地方不太明白的話 你可以先用你比較熟悉的方式 先去撰寫 OK那把它輸出啦 不過我發現好像行政院這個官網 它的速度有點慢 可能還會不會講完下課它還沒跑出資料 有點麻煩 所以這個應該是 它有時候卡卡的 把它terminal一下 還是因為我們抓太多 它會把它把我們封鎖掉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把資料給直接print出來 那再來的話一樣 我就把這個有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最後print 一樣是說手動在上面 多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也是一樣跟那個CSV的方法一樣 print的話就是把哪些欄位 只是裡面也是加TAB 加TAB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stream因為它是int 我們直接用int輸出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希望把它改資料庫 資料庫其實跟前面一樣 不外乎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在裡面 把這裡面加了什麼東西加一個sicle line 然後呢一樣建一個db 那這個db一樣放pm2.5 放一起 然後只是說我的table叫pm25 底線json好了 然後先drop它如果它存在的話 然後欄位就是abcd好了 4個欄位就好了 我只要4個東西 4個欄位然後 一樣去把它解析出來 不過解析的話這個是key啦 後面是value 所以key value key value就把它抓出來了 所以有4個欄位之後的話我用insertint 一樣可以把它分別放進去 insert進去 再把它查出來 我們看一下基本上應該ok啦 只是說可能會跑比較久一點點 做法跟之前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 其他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這個地方 如果要把它改成sq menu的話啦 那就一樣啦 所以我就不改了 反正做法一樣嘛 就是先進 先把它 往前還記得吧 這個基本上就是 這個 按sq 然後把這一個mark 這兩行 其實這邊有兩行 這兩行註解掉 不要了 然後呢你就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上面加一個 現在沒有list 現在沒有list 那你要怎麼append 哇對 這個就是困難的地方 list怎麼辦呢 本來不是一個list3嗎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自己 先 建一個list 因為它這邊有 1234個資料 你可以把這四個資料 變成一個list 然後再把這個list 再append到另外一個list 裡面去 OK 怎麼做呢 想想看 這個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 剛剛是這個問題嘛 方法很多啦 要不就是你把他dictionary 直接把他的value直接切過來 對 要不就是說像這邊已經切完了 你可以把它再放到list裡面去 這個部分其實 你們可以參考之前我們講過那個dictionary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給各位思考一下 因為不要每次都是我來做 因為最後都是我來寫 寫完都是 我最熟 你們都不太熟 好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 各位可以當成一個回家作業 可以試試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現在是用那個 EVO 我剛剛提過就是下載資料用EVO是大瓜壺 請各位另外一個練習題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了用什麼 用這個剛剛第一個嘛 路外停車資訊這個 裡面的diction 它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 中 它是大瓜壺 所以也許你這個地方 請各位再試試看 把這個 有沒有 它也是key 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這個這些當然就不用管它啦 那key自動會抓到value 所以它有這麼多欄位 所以這個欄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大 這個有個中瓜壺 中瓜壺是不是有什麼 意義 這邊還有個大瓜壺 所以 這個可能處理起來 要 會不會有影響的 這個 這個我看 它有時候在點這邊 它會 告訴你下一個 所以這一個 這個裡面有個大 中瓜壺 所以這個中瓜壺 好像又 所以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說 外面是一個 以 Python來看 它是一個dictionary 裡面是一個list list裡面又一個dictionary 所以這個結構可能相對又更複雜 不過也可以回去試試看 如果試做看看 OK的話那就 下一次我們再來講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後面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XML 怎麼樣再把那個另外一個那個 XML部分 再把它解出來 那什麼叫XML 其實你們也可以點擊 它好像會直接顯示出來 這個XML其實有點像一棵樹 樹的根在這裡 其實它可以收紙有沒有 它的根 根就是這個樹的樹幹 然後呢 裡面再頂進去有沒有 Delta Delta 有點像是它發出去的 樹枝 那樹枝裡面呢 又可以再發出去就是它的 底下的東西了 就沒有了啦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有點三代同堂的味道 最上面是它的爺爺 最上面是它的爺爺 它的爸爸 爸爸的小孩 小孩裡面有它的標籤 標籤裡面的資料 所以 這個XML在Python裡面要抓 真的很麻煩 那我找了很多方式 後來其實我Google了一下 發現沒有很好的答案 最後我乾脆自己想方法 最後還是什麼 去官網 裡面去爬到 我找到一個東西 它叫做什麼呢 它叫做那個什麼呢 Element 的那個 一個Tree Element Tree 的 這個東西啦 叫Import 我在XML裡面 叫ET Tree 它其實就是 Element Tree 就是把那個 XML當成一棵樹來看待 那我要的樹在哪裡 你就把那個東西 把它爬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知道根 根就是這個底下 底下這邊有寫一個根 根木木底下 就是爺爺 底下有個Data 他爸爸 爸爸底下有個child 就是他的兒子 兒子裡面有Tag Tag指的是什麼呢 Tag指的就是 這個的標籤 他裡面的Tag指就是他的文字 那就分別什麼 利用一層一層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它全部 GET回來了 所以回去有時間 可以試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這一題沒辦法講 另外還有一點 XML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直接 從網路上撈下來 直接就解析了 他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把那個 XML檔 先存檔 才能解析 所以我多做一個動作 這個是我自己想到的方法 我先把它 從網路上 直接抓下來之後呢 把它存檔 那怎麼存檔呢 就是RICE出去不就好了 RICE成一個什麼 一個檔案 把它存成一個 叫 PM25的 XML檔 你一定要先存檔 特別重要 XML目前 找不到別的方法 他不能夠像 剛剛是直接 下載 馬上處理 不行 他一定要先存成一個 XML檔 才能解析 所以我中間是 先存檔 先RICE 還記得吧 所以 Python裡面 存檔還蠻方便的 RICE出去 有沒有 就是一個W 把它RICE 就是 模式是W 然後存成 UTF8的encoding 把這個資料 先存檔 Close掉 這個是存檔 再去解析 解析就是給他 那個檔案的位置 並且告訴他說 FindAll的方法是找到 他爺爺 底下的爸爸 底下的所有東西 把他一個一個的爬出來 所以一個一個爬出來之後 他就會爬到他爸爸 底下兒子 的每一個每一個 把這些 這個Tag 跟他Tags抓出來 那分別呢 就擺在這裡面 所以我這邊寫個回圈 一層 兩層 把他裡面的東西爬出來 再把他 一層一層的Tag 把他全部爬出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就會 是這樣的結果 但如果你將來要看到 像我們剛剛 這樣 條列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塞到資料庫裡面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你可能要改寫一下 OK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想回去的話 請各位就是 第一個 試做一下 其他的 就是部分 就是 HQ Manning 那個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 去爬其他決勝檔 第三個就差也沒了 OK 應該蠻多練習可以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他說ET pass 什麼意思 他ET pass指的是 那個ET是我把element tree 名稱太長 我後面有一個是SET SET就是別名 定一個比較短的別名 ET裡面有一個 方法叫pass pass 對就是把他裡面的東西爬出來 pass pass應該 應該就是叫爬資料好了 然後爬資料之後的話 再去 做裡面的那個 就是一直 先找到樹根 再找到下一層 再找到下一層 我要的 他的那個 Tag跟test 就分別把他爬出來 大概就這樣 OK 今天的話 大概就先講到 XM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看 大概這個部分 可能要ending一下 就要往前推進了 再來 就會 開始講一些有關 這個什麼 跟那個網頁上面 所以再來就是 怎麼樣去抓網頁上面的資料 你看得到東西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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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